下面有三個顏色 是不是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上面的粉紅色真的很漂亮 好 又回到今個星期的今早有酒 就是那句話 在節目開始之前 請大家記得我們愈來愈多人訂閱 不過還未夠 就是我們梁錦祥工作室二台 而是阿拉伯數字的二台 這個節目就是我們做節目的 尺度比較高的節目 或是做一個後備台之用 大家聽看我們這段網台 也絕對知道 在這個大數據院這麼審查的年代 永遠都不知道我們何時踩到別人的尾 所以如果大家想繼續聽到我們的節目 亦想看到另一個我主持的節目 叫大笨象棚的貓 剛剛那集節目是說發紅 大家最近都發了很多神經病的夢 所以因為那些夢 八日夢 知道嗎 八日夢也叫靈魂出竅 可能要去天元大脈那邊才知道 究竟是游了去哪 這就是發一些深層的夜晚夢 所以也有這樣的 其實因為有很多平衡世界也好 甚至是我們 不要說平衡宇宙 在這一代的我們調酒師 或者去到上一個世紀 剛剛工業革命年代升起 當時的人的口味 Cocktail的演化 我覺得其實在我靈而有感 反思是否我們上一個年代 所謂第三次工業革命 會反而因為以為我們可以做到一些 很自然的 覺得好像很厲害 但現在回頭是藥水的 或是一些過分地加工的原材料 令酒味也不同了 有時為何人說舊酒好喝也有原因 我想和泰家藉著這個角度探討 我們是否走過冤枉的圈 和教大家做一杯 在家裡也能做到 一杯都很漂亮 也很紛紛摧殘的酒 說起Eye Catching 這些加工業 我想問這瓶酒很突出 藍色的 這是藥水的代表 藥水的代表 藥水的代表 剛才我們主題是探討 為何以前藍色酒很藥水 對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Giva和Bose一樣 Bose是法國牌子 Bose另一個大家都認識 比較多的五顏綠色 離口酒 也在酒吧上 以前不是現在 可能放一些漂亮酒 以前一定會用一行 紅橙黃露、青藍紙 現在沒有了 還要跟著彩紅色 覺得很漂亮 覺得美感 很開心 對 但其實往往這些工業革命的產物 其實也是一些很厲害 經加工的東西 我們現在經常說 某國人吃元素周期表 其實以前整個地球 都很喜歡吃元素周期表 所以慢慢就熟佔淘汰 或者他們都會更新 做一些偏向天然 這個我們稍後再研究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人生的取態 就越來越純天然的東西 我們就會想試 我們以前有一杯巧克力 叫李斯德林 李斯德林 聽到的就有點害怕 李斯德林的味道 有的原因是綠色的綠黃河 加上這個藍色給斯德林 加上一點 還要是綠的濃濃濃濃濃的 已經不是先青藍 是一些人工提煙出來的 青藍、蒸、蒸、蒸 沒錯 那就加酒吧 它變了一杯所謂的李斯德林 即是純加工的東西混合進去 是的 我到了這個地步 終於開始默契必犯 所以終於回到後 就開始默契遊玩 但中間有一陣 這個叫做分子料理革命 高了一級 就到了分子 分子那邊是particle level 就不存在於 玩這些顏色味道的一個level 還有氣體形態 玩這些東西 對 心目和高心得來 又不會更加… 你去到分子粒子的時候 你會可以去到去味 去味就不需要靠化學 可能是分離機、分離女 這個效果 靠紋理、靠紋理 靠紋理 靠紋理、不靠… 不靠… 不靠… 對 幸好有你在這裡 最主要靠科技 對 所以今天我們歸於最天然 還有一些很漂亮的大自然 給了我們 所以以前還有一些 我覺得是關於taste問題 其實譬如這些有工廠大公司 backup的上一個年代 遺物 或者就算我們現在吃大公司的 譬如快餐店 譬如半頭食物、湯 其實為何經常覺得 大家這麼好吃 不是真的 除了小時候吃習慣外 他們是可以有一團隊的人 即是他們叫做taser 即是試味員 他們夜上班 可能有十罐不同的ABC湯 即是Porsche不同 你幫我試試 但那些人是要選擇那條舌 真的要天生舌舌 天生意粉 比較敏感 真的不是那隻天生意粉 是試味天生意粉 這樣才可以做 當你要有這麼大公司 這麼大的財力 這麼大的廠 你才可以越推得越所謂極致 但其實這是trigger 它不是健康 它trigger 你人類的腦 會接受的東西 這個 不可以說沒有 但有些人會在 顏色和化學上 即是傳播現在的風氣 究竟人們喜歡甚麼 但大廠有時候 你要在大廠做生意 其實所有廠都是 你要傳播一下 就是買這個 叫做 課程 然後 安全度 你有多勉強 有多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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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間做一個平衡的 多數 你覺得誰最少 算得最少 算得最少 誰最不重要 我們可以看 引人買 安全度 及及吸引 安全度 所以反而我覺得大家都需要 支持本地農夫也好 及對自己身體好些 都可以追求 大家都懂得追求一些好些 新鮮的材料 其實這杯雞尾酒 我想跟大家說 其實大辣 不是摒起所有的加工製品 有些不太過分 例如有些大型 苹果汁很明顯是隔過製品 但仍然是蘋果汁的顏色 和蘋果汁的味道 糖分都偏高 但我覺得到這個級別 都還可以接受 去到這些 藍產 其實是一個很經典的 一個Glucasaro 一個很經典的 即是Triple Set的原味 或是Control 他們的翻版 衍生出來的味道 Control就是 以前一間做糖 第一間法國製糖的廠 我們之前和Wallace的節目 在舊台上說過 他也是第一個做到 這麼鮮色的藍色 例如Campari 之前Amarlo上來也說過 這個 他們為何會這麼出名 Control很苦 很苦的一個Herby 以前它是魚色 沒有那麼鮮紅色 最後拿鴿蟲 真的鴿蟲 拿一種鴿蟲提煉出來的色素 真是吃你不死的食床 但你要想得到 這樣放下去 人們真的喜歡才可以 但其實很多人買的時候 都不知道他拿了鴿蟲 真的沒有人知道 真的沒有人知道 你沒有拿來買 你怎樣跟我說 拿了鴿蟲之後就覺得 我們今天呢 食蟲這個問題 很多人又喜歡吃的 看你能否接受到 不用… 我們今天就… 看這些一個 都是年代悠久 反而法國人做的食物 即使食廠也好 都… 法國人也是 但食物依求較高 及質素較高 所以他們就會… 有些細節 特別是你買糖水 他會自動味道多 他會刻意製造 Passion food syrup 是鮮黃色的 用回原式提煉 就這樣吃 這些食物會比較合理 和安全 合理一點 所以我們今天就簡簡單單 做一個… 順便我們學一下 顏色、重度 和這個… 變一變色 這件事 我想問這盒是甚麼 這盒是碟豆花茶 喔 凍碟豆花 即是偏紫偏藍 對 這就是大家去到我們小店 譬如泰國有很多不同 泰國有很多不同的 泰國有很多不同的 泰國小商店 其實你跟他說要跌豆花茶 其實我想說 我們買20元 是有整個外賣背心袋 小小的這麼大袋 即是一抽給你 我覺得都夠你用一輩子 如果你是家裡自己喝的話 自己一個喝 所以今天我們… 其實一杯咖啡 或一杯飲品 漸變色 是要看顏色的分層 首先我們先拿冰 先拿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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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爆它 對 對 今天角度來的 其實是熱情果 蘋果 青梨 和豆花茶 一杯 叫做 Long Drink 夠不夠? 夠了 我們收分層 都是由最重的色 最重的是糖分比較高 例如這瓶是糖水 當然最高糖分 然後是蘋果汁 這兩個是一系列的 拌材料 這瓶是酒和茶 這是同一層 這是甚麼酒 福特加 福特加 這樣就可以做 依然也是那個圓 Cross最低的樂線 今次玩Layer 我們要看分析 我們要看糖分 你覺得它很膩 哦 膩一點就放進去 對 再加蘋果汁 可以多加蘋果汁 這杯當然是玩靚 以前玩靚的咖啡酒 是不能喝別人的 但當然我們要煮一杯 喝可以喝別人 現在可以加蘋果汁 好 接著來了 最重要就是這個 這個瓶豆花茶 而且這是有少許科技 首先茶一定是最輕的 會浮臉 但瓶豆花茶有一個問題 為何我的瓶豆花不夠藍色 或不夠藍色 不像我現在的 很藍色 真的嗎 因為你們一早會加了酸度 剛才那些酸度 頭疹來自 蘋果也是偏酸的 所以去甜 蘋果也有少許酸 但沒有混合 白色 而且它最輕 因為它當然是水和酒 一定比糖水更輕 然後我先嘗嘗 這塊葉 很多時候做瓶豆花 喝甜品變紫色 因為其實瓶豆花很神奇 你一碰到 酸味 就會變成粉紅色 這個是science 所以我現在… 有點酸 有點紫 對 我現在這個science 其實我這塊是浸了鮮炸的檸檬汁 我們嘗嘗一下 我期待它會浸出來 我們也沿著這塊 檸檬汁 有變色 有變色 變色 變色 要下手 然後我們再割 這塊葉 我們嘗試沿著它 沾一點點 你不可以 應該會覺得很漂亮 甚麼時間 看看 你們的粉紅色 這塊吧 大家看到嗎 偏分偏似 然後你開始慢慢沾上去 多一點點 一下底 嘩 它就是三個顏色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上面的粉紅色真的很漂亮 對 當然會慢慢沾上去 喝水當然要弄均勻 這些製造的過程要打卡 你知道嗎 當然了 你坐著放著我 為何要回家喝東西 對呀 對呀 這就是顏色 當然這杯飲料 絕對喝得人 當然這杯飲料 這杯飲料 還要塗養生 有一點 passion food 慢慢喝 慢慢喝 我們再拍壞醬才好喝 對呀 好 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越來Cocktail 記得來這個 Soul by Lock7上環 其實這杯幻彩Cocktail 我們有一個版本 在這個週末 我們有這個香港美酒 野賓州 對呀 很幸運地 又很幸運地 我們竟然有份參與 這杯飲料 我其實有名字 是幻彩成汪汪 沒錯 大家想見線路 想來支持政府的椰子 有幾分兜 就過來我們一個尖沙咀開啤 支持政府 對呀 我們這麼愛國愛道 到時候 明天不得聽話 再見 再見 拜拜 拜拜 待會兒 很久不見 借石 第一步 大家會說 我們很久不見 有數目 就有幾分次 我們很久不見 支持政府 我們非常久不見 是